这边手机这边显示已经7点了 那我们差不多就开始 进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屏幕上有两个二维码 如果还没有关注BitTiger的话 请扫一下第一个二维码 这个是我们BitTiger官方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后端技术讨论群 然后之后有相关的后端的讲座 然后包括后端的一些视频 我们都会摄二到群里 包括本次讲座的视频和slides 都会摄二到群里 所以如果还要想要加群的同学 请扫一下第二个二维码 这个是我 我是本次讲座的负责人Chang 请大家加我的时候备注一下后端 因为群已经是快要到300人了 所以说需要我邀请大家入群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BitTiger BitTiger是来自硅谷的终身学习平台 我们是成立于2015年的9月 现在在硅谷和北京都有office 然后现在整个全职的团队有近40人 我们相信学习是一种信仰 我们现在致力于建立端到端的智能学习平台 这个端和端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同学们进来到企业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切 我们为大家保驾护航 然后我们现在的课程主要分上面的八大方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产品经理 数据科学 商业分析 交互设计 全场开发 后端开发 这八大方向针对的是大家今后的一个career path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朋友想要往这些方面去发展的话 非常欢迎关注一下我们的课程 也非常欢迎跟我们联系 包括我们课程里面有很多的老师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职业的咨询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然后这一页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多的 硅谷华人领袖 这些硅谷华人领袖分别都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过分享 包括BMC的CTO Elizabeth G 然后包括Tinder的VP Maria Zhang 他们都分别给我们的同学做过talk 部分视频其实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BitTagger到IO上面经常逛一逛 里面有很多的 包括职业发展 包括职业职场进阶 包括一些技术的视频 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在建立一站式的招聘平台 我们跟上百家的企业都达成了人才输送计划 下面是就是列出的八家为例 然后这个平台目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 之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 我会把就是整个参与的方式发送到Chat里面 大家一会可以看一下 包括之后我也会把这个参与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群里 所以如果有同学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一会再扫一下我的二维码加群 或者查看一下Chat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火热招生中的课程 后端工程师直通车 后端工程师直通车呢 是三个月的课程 包括三个工业级的大项目 首先第一个月是做一个 Nike Plus Running的跑步追踪系统 然后第二个月是搜索广告平台的系统里面 包括了很多大数据处理 Data Pipeline 也包括一些机器学习的内容 然后第三个月呢 是跟企业合作去做一个真实的工业界的实战项目 然后这个在第三个月的时候 你可以选不同的Track 去做一个更Personalized的一个Project 然后在这个Project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还包含了包括你在求职当中需要的整个算法 系统设计 OOD等一些面试当中会用到的一些 内容我们都是有这个视频资源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Full Package CodeLab呢 也是可以跟老师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互动 老师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些 实现一些你想要实现的功能延展 然后可以给你进行及时的打疑 包括这整个项目下来呢 你可以跟这些业界的大牛老师们 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代码习惯 所以说如果对大家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这个是我们的Karen老师 Karen老师是后端课程组 偏向于求职方面的老师 然后她对整个后端工程师的求职特别了解 所以大家如果包括现在求职过程当中 有什么疑惑啊 都可以跟老师聊一聊 然后如果对课程感兴趣的话 老师也可以帮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所以大家不用说就非得对课程感兴趣 才去加老师 如果有一些求职方面的疑惑 或者对职业发展感觉到有些疑惑 都可以加老师去聊一聊 最后的话还是请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两个二维码 想要加后端技术讨论群的话 请扫一下第二个二维码 我之后会把本次讲座的视频和slides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人才输送计划的参与步骤 都会发送到群里 所以大家可以加我一下 我把大家拉到群里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讲座的嘉宾 Thomas老师 特别感谢Thomas老师今天来为我们进行这个分享 好 大家好 我是Thomas 我是目前是在一家大型的软件公司工作 那我本人有多年的这个大规模 高流量高性能的这个系统架构设计 研发和运营的经验 也曾经主导过一些大型的软件项目 包括一些房地产的经济系统及网络搜索和在线广告系统的设计研发 今天很高兴和各位同学和业界的朋友们一起交流 这个后端开发的一些技术和在职场工作的一些经验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末抽出时间来呢 这个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 今天我们讲座的这个标题呢 是这个工业级项目引领职场的这个后端技术站的介绍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IT业界呢 主要技术呢就分为这个前端和后端两部分 大家有时候具体的一个前后端的它的区分呢 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总体而言呢 在浏览器 我们把在我们所有在浏览器啊 或者我们手机的流动端 移动端啊 就是我们client端 我们通称为client端应形的程序呢 我们一般称为前端 具体的技术呢 可能就包括我们大家有时候听说过 html啊 css啊 javascript啊 有一些我们当前非常流行的一些前端的架构 像angular啊 react啊 这部分呢 我们一般通称为前端的一个技术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后端呢 啊 主要是指在这个服务器端啊 运行的技术啊 这服务器端啊 运行些什么功能呢 啊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啊 business logic 我们称为business logic的业务逻辑 和包括很多这个数据库啊 database 所以database可能是啊 ccode或者no ccode的啊 这这部分的功能呢 一般都是在我们后端提供的这个啊 功能啊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是啊 给大家介绍啊 我们啊 现在啊 it 业界啊 后端的流行的技术战 和啊 我们如何来掌握和精通啊 这部分这个后端的技术 好 大家能看到我屏幕吗 请能看到看到我屏幕 请打个1 嗯 好 谢谢啊 那我在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啊 我们朋友们的一些啊技术的背景啊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同学们目前的一个啊 career stage就是目前的一个啊 一个职职场的职业的一个stage目前是啊 我想看同学们啊是如果是当前是个学生啊 马上就要毕业或者那我们就打个啊打个啊 就说啊 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毕业呢只打个一 如果是马上毕业我们打个二啊 如果是啊我们啊出入职场啊 大概工作一两年左右 打个三啊 如果是已经啊工作了一段时间两到五年的啊 同学们可以打个四啊 如果是已经是我们职场的比较啊工作 比较啊 比较senior的朋友呢 可以打个五 好 大概了解一下同学们的一个背景 好好啊 我看到同学们啊也也是啊 其实啊 coop coop也算是啊 有一定经验吧 就是说可能也算是马上 因为coop如果本身还是学生主业是学生的话呢 那可能还有啊 也许快要毕业 那我们还是按照学生的情况来打 就是说如果快要毕业的话啊 那我们就打个二是属于来自一年 啊 我们看到我们同学其实分布还是蛮广的 一二三四五我都我都有看到啊 啊 其实这非常好啊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也有啊 非常代表性的一些啊 朋友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啊 啊 希望啊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可以啊 对所有的朋友们都都有一些帮助 好啊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下一页呢 啊 也是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啊 那我们朋友能啊 现在的一个啊 职场的一个目标啊 如果是我们啊 就是啊 准备开始我们找我们人生的第一份啊 真实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就打个一啊 如果我们现在在职 但是呢 希望啊 有一个换一个新的环境进一步发展 那我们就啊 先打个二啊 如果是啊 我们在希望在还是在目前的工作啊 公司里面啊 进一步能够啊 往前走 我们就打个三啊 如果是啊 有有想法自己能够啊 开开一个初创公司啊 那我们请打个四 嗯 好啊 我也看到一些同学啊 看到有啊 一和二 一和二还比较多 也会同学啊 打的是四啊 这个非常好 我们觉得其实啊 这些我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的目标 因为我们大家都啊 了解我们这个IT业啊 也是一个啊 发展非常快的一个行业 然后呢啊 公司很多公司呢 这个其实对啊 人才的需求 也是非常的旺盛啊 而且呢 这个他也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啊 新的内容出来啊 也可以给我们啊 同学们很多新的机会啊 所以我非常啊 高兴我们同学们其实在啊 这个行业工作啊 然后呢啊 也有机会接触很多最新的技术 好啊 谢谢 嗯 那下面呢 就是说啊 我们同学们啊 我一个一个基本的情况是啊 就是说也有很多啊 在啊 工作的很多在学习的 那对于我们啊 同学们不好意思啊 啊 对对于我们的 就是说同学们现在的啊 工作公司里 或者是啊 学校里啊 那我们同学们都用到过 或者学到 学过一些什么样的技术啊 我想同学们可以在啊 这个屏幕上也打一下 目前啊 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技术 或者学过的一些技术 就可以直接打直接打他的名字啊 比方说我们学过一些啊 C++ 或者我们学过Java 或者我们用过一些啊数据库 我们想看看同学们的一些啊 具体的一些背景 嗯 好的 好的好的 同学们啊 其实啊 这个面也是蛮广的 从前端后端的技术啊 很多很多同学都有涉猎啊 C++ Java Java Python 可能都是啊 同学们大概用的比较多的 或者学的比较多的啊 包括一些数据库的技术啊 这个非常好啊 这个其实啊 同学们啊 也就是说 对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选择 或者技术的一个了解方面啊 这也非常符合 我们当前这个后端啊 开发的一个方向啊 后端方向呢 就是啊 这些我们同学们列出来的这些技术 其实都是用的非常多啊 当然还有一些同学们 列出一些前端技术啊 如果我们前端后端都能掌握 那当然就是啊 就是如虎添翼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这些是我们可能在啊 学校里面啊 学过 或者是我们当前的工作里面 要用到的一些技术 那我们再看看啊 如果是我们目前啊 这个职场上 我们同学们如果去啊 这个啊 各大网站啊 或者是一些啊 求职的一些活动啊 啊 我们同学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啊 我们目前这个职场上 我们最需求的是哪些工作 对吧 他们是需要哪些技术啊 其实我想啊 我我这边列出了一些啊 就因为技术 这个种类很多啊 一些啊 但是我相信啊 这些可能都是同学们 经常见到的 对吧 Java Java Spring Spring Boot 因为这个Java 其实也是更新换代啊 好多好多新的技术啊 有些这个啊 有些同学可能或者用的公司里面 可能用的还是啊 相对啊 比较啊 比较早一些的这个Java的技术站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是发现这个Java 这个Spring 和Spring Boot 已经是啊 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啊 业界的一个主流啊 Python 其实也是啊 非常用的非常广泛 特别是在啊 同学们如果接触过一些啊 这个大数据啊 接触过一些这个 Machine Learning啊 机器学习方面的这个啊 技术的话 就发现Python是啊 当中用的非常多的一个语言啊 然后呢 就是啊啊 Micro Service啊 Restful Microservice啊 Micro Service 可以说是啊 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Buzzword 啊啊啊 自从一些公司啊 它根据内部的这个啊 往这个互联网 往云端这个啊 工作以后 它越来越多的这个架构方面 就是往这个Micro Service方面走啊 我们后面会在啊 会提到很多这个Micro Service 这是它的一些优点 有点一些啊 有别于我们以前的技术的一些优势啊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 它的项目啊 也新的项目就直接用这个Micro Service 而旧的项目也不断的在往这个Micro Service方面迁移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啊 可以说是啊必修的啊一些技术啊 再下呢就是啊 这个NodeJS啊 这个NodeJS 我想同学们可能也听说过啊 这个也是一个 其实它是在这个后端啊 虽然在啊 服务期端啊 运行程序 但是呢 它用JavaScript啊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啊 也有非常新的一个技术啊 包括Machine Learning啊 包括Big Data 这些我想啊 同学们都了解 是我们啊 当前非常热门的一些技术啊 那这些技术啊 我们如何来啊 掌握这些技术 来帮助我们啊 在啊求职的过程中 或者在职场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啊 如何我们能够啊 就是获得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啊 去到去去去争取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啊 希望能够啊帮助到同学 啊 那我们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我们这个IT的一个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个新的technology啊 可以说是啊 这个啊 每个 不不说是每天吧 可能每个星期 每个月 都会有啊 跟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啊 不断的涌现 那我们如何去来啊 学习这些技术呢 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啊 非常我们如何在啊 尽快尽短的时间内啊 我们能够能够掌握啊 越多或者越新的一些技术啊 很多同学呢 一般就以前的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用啊 看书啊 学习啊 做一个方法啊 很多呢 有说哎 我可能觉得 还是我直接做这个practice 我有时候看书 一本书啊 好几百亿后啊 或者是现在在网站对吧 网站它上面这个文章也是啊 几十篇 几百篇的文章啊 这个我有时候实际上看不过来 那我怎么办呢 我有时候我就用到什么技术啊 我我去学什么技术啊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去如何学习 我们那么多啊 掌握啊 这个这个可以说千变万化的一个啊 这个技术的一个啊 landscape啊 那我们用这两个方法 当然是用的非常多啊 对吧 但是呢 我个人其实认为呢 这个你你其实我们我个人体会啊 其实两者缺一不可啊 一个是当然是一些网站啊 一些书籍啊 对于我们啊 掌握一个啊 技术的一个啊 fundamentals 对吧 对于它的个theory方面 一个理论方面啊 很多时候其实书本啊 或者是网页的介绍啊 他他对我们这个更有帮助啊 但是我们一旦掌握了 他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啊 掌握了基本的这个theory以后呢 啊 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要做practice啊 我们两者啊 兼有的时候 其实我才能够说 我真正把这个啊 技术掌握了 这尤其适用于我们这个IT业的一些新的技术 很多时候啊 如果我们啊 只看了书啊 或者我们啊 只做了practice啊 这个就是有时候真的回想起我们啊 孔子以前讲过的这个啊 学而实习之啊 这两个啊 这个确实是相得益彰 我缺了一个啊 就觉得确实还有东西漏掉啊 只有两者 我们同时兼备的时候呢 啊 我们真正可以说我把这个技术给掌握了 好 啊 那我们啊 我们知道看书学习或者是看这个网站上的一些内容呢 其实啊 很多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完成 对吧 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啊 很多我们现在这个啊 网上面这个视频网站也好 这个网上面的各种啊 technical的这个information啊 blog也非常的多啊 我们可以去啊自己去学习啊 但是真正我说我如果说我并没有一个项目去啊 在手里 那我如何去真正去做practice啊 这个做practice的事 其实是我们很多啊 如果是我们一个人啊自己的自觉的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困扰 因为没有那么多这个啊 真正的real world project 或者很多网站上介绍的一些project呢 啊 往往其实是啊 流于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啊 这些像demo啊 或者像这个example这样的这个project 啊 对于啊 就是啊 啊 轻度的掌握这个或者了解一个技术呢 啊 它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对于我们啊 真正想啊 更加深入的去啊 实践 真正的去了解它的一个精髓呢 啊 它的一些就是啊 hello world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项目呢 啊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够啊 那我们如何去真正的掌握呢 那我们确实其实要需要real world project啊 real world就是我们工业界的啊 real world project 而不是一些hello world的帮助我了解初不了解一个技术 所以这个这个啊 项目的一个啊 内容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瓶颈啊 啊 因为很少啊 能够就是说 有能够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项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很多时候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不免出现啊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啊 那如果没有就说我们有一个如果有一个啊 大家一个团队一个辅导啊 大家一起可以来啊 有个人可以帮助我们来啊 回答一些疑问啊 能够帮助我们手把手的啊 去度过那些难关 那其实很多时候就发现啊 啊这个学习的啊效率会高非常的多啊 啊那我们这个啊real world project 它跟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或者hello world的类型的这个发现有什么区别呢 啊他这个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啊增加这个strength哪里来的这个extra strength 啊这个map reduce啊spark啊aws啊big data啊这个很多啊啊这些其实都是啊大家可能都啊可能没有规定亲身经历过但是我想很多的同学们都听说过啊 所以呢这些呢首先是我们啊在我们那个项目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个technology我是up to date的那人家就可能说你哪些用过哪些技术呢我想啊这这些技术啊我们现在都是我们当前啊最啊cutting edge的一些technology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了technology呢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们非常强调一个啊对一个machine的一个一个design software的一个design software的architecture的一个啊design那他的现在一个modern softwarearchitecture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这啊我也是列了一些啊一些一些非常明显的非常啊啊给大家一个就是啊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的softwarearchitecture和我们啊可能5年前10年前的softwarearchitecture和我们啊可能5年前10年前的softwarearchitecture 它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我们这啊可以看到啊一个就是啊非常我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一个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啊以服务为导向的一个架构啊这个啊soa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很多后面我们讲到的其实都是以它为出发点那服务第一这个是啊当今的这个就是啊current的softwarearchitecture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后面呢后面呢我们看到distributedhighly scalable对吧啊现在分布式计算就是说啊5年前或者10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啊这些服务啊这些计算都是isolated对啊它都不是distributed的它并不分散所有的东西go through same machine对吧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帮你完成 然后呢它又去同一台啊数据啊去啊存取数据啊然后呢然后把信息啊转回给来啊我们现在先知道这个啊现在这样子这个因为我们的一个internet的一个出现啊像我们这样或者是一个大规模的啊这个网站啊大规模的服务的出现啊让这些啊就以前我们叫做monolithic啊就是一个像一块石头一样的巨石型的architecture让它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对吧它无法去承载啊我们目前的这个啊用户的一个需求啊和我们这个business application的一些啊需要提供的功能那我们必须啊把我们的这个系统啊这个架构定义为啊定定为一个高度的一个分散化的一个架构下面呢就是offer well defined API就是说我分布式以后那我如何我从总体还是要把它串起来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个项目然后我上啊用户跟用户上啊你做这个事情呢到啊 Serve A啊你做那个事情呢到Serve B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你所有的Serve帮你罗列一遍这样子的一个用户体验显然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还是给用户呢一个一个非常完整非常一个啊coherent就是说一个一致的协调的一个界面那我们背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些Services之间呢它要通过一个well defined API之间来通信啊然后呢一个非常啊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同学们经常会看到啊网站啊 但是呢经常在发生变化对不对我们amazon购物也好我们facebook这个写post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查找一些新闻也好你发现它的一个网站呢它不断的增加新的功能不断在改变它的user experience啊那我们这个architecture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architecture要built to change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designed for这个啊这个 iterations啊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它一个非常灵活的架构我不能说我做完一个功能 以后啊我要增加一些功能或者我要改变一些功能啊然后呢我说要花啊一两个月时间才能够上线啊这样显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何能够做到我们啊随时能够增减功能啊改变功能啊这个其实在architecture方面下很多的功夫啊loosely coupled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叫做结偶的啊偶就是偶合的那个偶结偶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啊各个各个部件提供的功能之间 它并没有一个强偶合的一个性质啊强偶合就是说啊就有点像这个啊齿轮一样齿轮就是说我如果两个齿轮它对对接的部分是非常严格定义的对吧我这个齿轮只能跟那个齿轮接啊如果我中间我如果要换一个内容的话那他可能就接不上啊在对于我们这个软件架我如果说哎我有可能有一部分功能我以前用啊可能啊某某公司提供的一个啊这个服务 现在我发现啊另外一个公司有更新的服务他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价格对不对我应该能够很好的就搬到那个服务的那个架构上对吧如果说我这个说啊对不起啊我说啊虽然他的提供的功能很好但是我的公司要求我改的话我可能花半年时间才能完成啊那那我想我们在非常competitive的这个industry里面啊半年时间就有点像eternity了对吧forever所以这样子就是啊一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啊然后呢 integrate with lots of systems啊applications message queues and message logs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啊系统的一个复杂度其实我们同学们有时候啊当然我们啊作为可能一般的啊用户或者消费者啊这个consumer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很啊没有如果直接的后端的工作经验的很难去appreciate他后面有多点到底有多少的component但是我们其实同学们如果啊有啊我们每个人都会上网对不对如果我们打开这个browser啊 如果我们同学们用一些这个browser上面的一些工具你就会发现哪怕我看上去很简单一个browser啊我明明是访问某一个网站比方说我叫啊abc.com啊我们假设一个网站但是你其实我打开如果我发现log里头你发现他里头有无数的啊指向非啊abc.com的一些啊内容啊这个其实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前端啊我看上去很简单那个网站其实你发现他 又一会接了google啊可能一会接了amazon一会接到推特上面一会接到这个facebook上面啊这个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啊可以像管窥见报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小孔里面见到内容其实我们想象这个后端其实是一样的他和高度他和很多系统啊高度连接啊这也就是我说我们这个architecture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啊他performance synchronous as well as asynchronous processing啊我们有时候是同步的也有异步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服务 然后呢啊也是一个啊这个一同一个啊同一个公司提供的服务然后我们看到后端的架构呢其实也是很多抑制的啊technology啊不同的technology啊有的team可能说哎我这个像我想用java有的team我想用node啊有的用cafka啊这个这个spark啊mongodb啊几乎可以说啊每一个这个流行的架构在一个大型的这个啊服务或者网站里面他都会有有所应用啊design for cloud啊 啊其实我们看了这个零零种种讲那么多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个modern art software architecture呢啊是一个相对来说蛮复杂的一个系统啊他有很多不同的部件在里面运作啊那其实我们的一个呃我们作为软件开发人员的一个啊角色啊或者我们的responsibility就是说我们那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啊系统要很好的能够啊fit这个architecture啊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啊去啊提供一些他这个architecture 能够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那些benefit啊这个是啊modern的这个这个soft architecture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这个就是啊我们刚才讲了两点哦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讲的啊一个就是technology本身啊list of technology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architecture啊第三个呢就是说best practice啊前面这个其实都是动啊静静态的一个内容现在我们就讲的是个动态的一个内容这个动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一个team如何去 我如何去我如何去运作啊对啊如何去运作来啊能够deliver那些service对吧我这个team的一个啊work的work的practice啊所以我们的业界经常叫做best practice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最佳时间是什么呢啊agile development我们想想同学问一下agile development同学们听说过的请打个1好有没有没有听说过的没有从听说过同学请打个0 我想看一看有没有啊可能同学们都都啊对这方面还蛮说的啊有一些同学打0啊啊这个agile development我们中文的译程叫做敏捷啊敏捷开发敏捷就是比较快比较agile比较啊active啊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快的一个啊开发模式然后呢啊他基于一个什么理念叫做scrum team啊scrum team就是说我们一个相对比较小而灵活的一个team的运作方式啊 啊然后呢啊这个team member呢大家有一个啊大家有一个backlog就是说就是backlog就是所谓的我们啊需要待待完成的工作啊然后呢team members呢从这个啊这个backlog里面的啊去去啊自己的这个work item然后呢每天呢一般有一个stand up的一个会议啊大家就是做一个stand up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哎我昨天我工作了一些什么内容然后呢我可能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然后呢可能需要请我们的啊同事啊做一些什么帮助啊 啊这个就是一个啊这个这个stand up的一个啊运作模式所以呢他非常快啊一个team可能啊五个人或者十个人但是呢这个信息的这个流转呢是非常迅速的一个啊运作方式啊然后呢end to end development啊这个我们end to end就包括啊同一个啊同一个工作人员同一个这个软件开发人员他就会去完成啊整个端到端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流程啊端到端包括哪些呢包括我们的design啊 啊我们从设计到development到开发啊到testing到operations啊整个流程啊就是某一块功能就一个开发或者当然这个有可能啊当然内容比较多的话就一个或数个但同一个人这个重点就是同一个开发人员呢他其实会从事啊所有的相关的一个工作所以啊开发测试运啊这个或者运维啊设计全部是啊同一批人自己啊独立完成啊所以呢 他的一个效率也是啊非常高然后呢devopsdevops我想啊可能同学们有都听说过啊devops呢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中文的一个啊翻译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developer和这个operations啊这个一个merge英文他就把它merge起来啊这个啊我一个人同时做开发啊同时做这个运维啊这个是个啊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啊运作方式因为传统的这个啊软件设计当中呢就是啊就运维呢 是有另外一个team来啊来来操作所以呢如果啊什么功能上线以后或者发到用户那儿去以后呢是有专门一个supportteam啊啊很多啊问题呢如果supportteam他解决不了呢他通过一些这个内部的流流程呢再转到这个啊开发那儿啊然后呢整个一个流程啊所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啊事情那我们想啊如果说是啊比方说啊facebook我们想象一下facebook如果说啊突然断线了然后呢这个啊啊 啊这个我们这个operation啊developer之间啊这个一个花可能半天啊花了花三四个小时啊做一些内部的交接啊啊那我想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就过去了对于我们这个internet base这个business呢这显然是啊unacceptable所以呢这个devops的就说很多啊这个开发人员他啊第一手的去参与这个运维啊所以呢能够也能够啊第一时间的去解决任何啊我们可能与软件或者是网站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好啊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啊工业级项目的一些特征啊这也是我们这些啊当中运到的一些技术啊和一些做法呢也是我们这个作为软件工作人员的啊需要啊非常需要掌握的一些技术啊还有呢就是说一个scale啊越来越多的这个啊网站我们相信都是啊遍布全球啊至少也是遍布一个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啊美国或者全球的一些网站 啊不像我们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啊flag也好对吧各种各样的啊常见的一些啊都是啊全球运营啊所以呢他是一个啊一个呢他啊跨时区跨地域然后呢他这个用户量呢是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啊全世界的用户啊可能几亿或者啊十几亿几十亿的用户啊在用我们的这个这些这些服务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scale呢啊他的一个我们也可以想象他 对这个性能和对于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个这个啊结构和对我们软件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流程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啊我们如何我们可以有时候想想看都是啊mind boggling我们就脑子都可以就难以想象我们如何有一个网站能够同时serve啊可能几千万人可能几亿人同时上线对不对啊我们如何能够开发出这样子的啊设计出这样子的软件啊设计出这样子的服务啊 能够保证他又是啊能够啊这个那么大的scale啊那么大的规模然后呢又是啊非常高的performance啊然后呢又啊这个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啊 啊所以啊这些要求呢我们这是稍微罗列一些啊就是啊又就是又是又要啊啊又要马耳跑的快又要马耳不吃草啊fast market啊high quality high availability high maintainability low latency啊各方面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说是啊啊 啊要同时达到这些功啊这些这些要求呢真的是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不对这个我们不是说做不到啊实在是啊实在是有时候这个啊尽了全力啊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啊完全达到所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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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啊有时候我们同学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这样子一个照片啊前呃可能一两年前有时候网上面看到一个啊同学们知道这个是在干净的这些要求啊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啊完全达到所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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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啊有时候我们同学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这样子一个照片 我们在干什么吗我们这些啊这些人都在干什么 同学们知道的在这个我们的Q&A里面打一个 那不知道同学们可能不一定看过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呢可能好像是啊国内某啊某网站呢某网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我们的人也蛮可怜的我们这个软件啊软件工作工作人员这怎么办呢就败啊 我们就是实在是我们尽了全力了我们希望这个服务器千万不要当啊可能啊也下面有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啊也可能是啊出销也好也可能有啊非常重要的功能上限啊我们也就只能啊祈求啊千万的不要不要不要当机啊千万不要当机啊所以可以我们也可以从啊这个当中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件啊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啊要求是非常高啊然后呢啊这个啊当中的不稳定的因素啊 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是啊也不不容易啊 it's hard对吧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些刹啊但是呢是不是impossible呢啊其实也不是impossible啊同学同学用的我们平时用的很多网站其实还我们平心而论啊都是非常稳定的应该说啊啊不管是Facebook也好不管是Amazon也好推特也好啊有当的时候对吧但是呢我我我我非常啊肯定的说啊这个performance啊这方面我我基本上认为啊 这个主流的这些服务应该说是还是相当稳定的啊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对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啊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对吧我们要用我们正确的方法去设计我们的这个软件啊去设计我们的服务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软件的一个啊technical stack啊 啊我们可以说有些technical stack呢也是啊不断在这个工业的实践中啊不断的锤打不断的锤炼啊不断的这个我看有同学举手啊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啊有有想提问是吧同学们如果想提问的话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如果想提问的话我们怎么进行啊如果有同学想要提问的话 请大家还是把问题放到QA里面啊因为啊我们不能把大家promote到panelist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请还是在QA啊有些同学呢会应该显示的是问答啊在这里面给老师提问哈嗯好谢谢啊请大家就在我们这个啊Q&A里面请打一下好那我就下面啊先继续好啊那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用的技术我们要用的技术我们要用的技术 我们要用的实践我们用的这个technical stack呢要用这个真正的实践当中啊实践出政治千锤百炼前人啊经过很多努力经过很多不容易的这个过程啊让他其实总结出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啊现在才让我们现在一个啊这个目前来说主流的一个架构啊慢慢成型这个主流的架构说实话真的不是啊 啊说某某公司要去啊promote他们的technology啊或者是啊或者是某某名人说了啊这个是最好的其实呢这些啊这个technical stack呢都是在啊有时候啊非常第一线的啊这个实践当中啊总结出来啊然后呢给我们啊作为这个我们啊下面去使用的人呢其实啊我们一定要啊找准我们的technical stack啊然后真正领会他的啊内部的一些啊设计的一个啊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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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的地方啊然后呢能够帮助我们啊真正完成如此困难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现在讲到的一个啊非常啊常见的一个technical stack呢我们叫做啊cloud native technical stack啊那也是一个micro 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啊那这个呢是一个啊是以java的啊java spring啊基于java spring的一个technical stack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这个啊这个后端开发的一个可以说啊最主流的啊technical stack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这个啊这个后端开发的一个可以说啊最主流的啊technical stack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这个啊这个后端开发的一个可以说啊最主流的啊 convince 吧这个是一 听说过JavaSprint或者Sprint或者是SprintBoot的 请打个1 如果没有听说过的请打个0 大概了解一下基本的一个背景 好 也还是不少同学听说过 有些同学可能第一次接触 好 没关系 SprintBoot是什么意思 SprintBoot是基于Sprint framework 而衍生而来的 Sprint framework也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framework 英国的同学可能都可以同意这一点 它有点像什么 我们这里一个图什么意思 它给了你有些像我们在准备 可能西餐的做一个糕点的 它提供了所有的ingredient 你想要什么它就有什么 所以它包罗万有的一个framework 非常capable 但是同学们看到这个东西的一个疑问是什么 如果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就说 OK 对吧 你给了我那么多ingredient 但是 How do I put things together 对不对 我怎么样把它能够做起来 我并不要吃这些可能可可粉 或者是面粉 我并不要吃这些 我是要吃个蛋糕 对不对 那你如何把这个蛋糕 能够给我做出来 对吧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说 它给了我们开发人员很多的options 以至于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有些无所适从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learning curve非常大 learning curve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当然我们时间上比较短 对吧 第二个就是也当中的因为option很多 其实很多出错的这个机会也非常大 这个其实非常困扰 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的一些软件 我们其实非常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说我们当中出现问题 这个Spring Boot的一个优势呢 它就是说它把很多ingredient它给你pre-package 它给你很多东西呢 它都是已经基本把你完成 把你完成的情况下呢 很多事情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annotation 通过一些简单的configuration 它就readily available 这样子呢就是很多boilerplate的 就是说一模一样的code 我们并不需要亲手再去从头开始做 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巨人的这个肩膀上 对吧 所以这个Spring Boot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功能 那我们讲的第二个部分 在我们这个技术站里头呢 Spring Data 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比较复杂的 可以说任何non-trivial的 这个就是non-trivial的一些application 都是需要data 可以说data是我们所有business application 或者是我们这个internet这种网站的一些 它的灵魂 它的界面可以随意的改变 这个data其实是最重要的部分 Spring Data呢 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data access 这个角度来说的帮我们简化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主流的后端的 这个这个数据库的类型 我们的Spring Data都是支持的 这个RDBMS 传统的这个关系型数据库 这个MangoDB就是noSQL的数据库 这个Neo4J 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数据库 我们这个Spring Data呢 都有非常好的支持 通过了它的一些subproject 获得了这些非常好的现成的支持 还有一个呢 其实我个人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更重要的 从某种角度上 能够真正把我们帮助大家 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如何去解决一个Internet的这个 这些那么多困难 那么那么那么严格的 那么严苛的一些要求 那如何能够我去做一个服务 做一个网站 而能够真正的去 能够完成那么严苛的要求呢 那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功能呢 就是让我们要使用这个Spring Cloud 这个framework Spring Cloud的一个framework呢 这个很多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技术呢 它其实是由这个Netflix Netflix开发的 Netflix这公司大家都应该听到过 或者都是在用很多在用它的服务 对吧 它虽然是一个视频点播的这个网站 但是它在支持这个高流量 这个high scalability 这个网络服务方面的 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可以说经验 因为我们知道同学们听说过 我们这个Internet上面的流量 这个流量上面这个Netflix公司一家 其实就占了一个非常大的百分比 就它一个公司 它的整个流量可能百分之好几十 都是它一个公司所这个产生的 当然也不奇怪 因为它做的是这个视频点播 我们知道这个视频的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所以它对于这个它这个做一个非常unique的这么一个 service而言 它整个开发和运营的过程当中 它也就产生了很多如何来提供一个高效 这个服务 它有很多 它就做了很多open source的这个project 在这个里头呢很多就被整合到这个Spring Cloud的这个framework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基本架构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这些呢 web app也好 mobile app也好 API integration 这些都是所谓的client 就是所谓的前端 我们通称为前端 前端呢 那它通过一个怎么样的API的gateway 它的一个一个网关API的网关 通过这个这个叫zure 如果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Spring Cloud里头的一个服务 它就是提供了一个网关的功能 网关的功能 然后呢 它就进来进来以后呢 它就导向它把我们这些用户的这个需求 它会导向到这个我们的不同的service里面 包括一个最常用的web rest这个service 你看这个它是直接对外 我们web service它里头又用到了一些什么服务呢 用到了一个ribbon 用到了这个这个fan 用到了histrix 这个内部的这个微服务的架构 我们也可以略微看到一些 这个当然是一个example 这个就是说我们一个API后面可能埋伏了好多个micro service 然后每一个micro service呢 都是由这些Spring Cloud的这些服务来帮助我们 这其实是呢 这部分呢 原则上说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业务逻辑 business logic的部分 那business logic的下面呢 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常见的数据库 数据库的类型 RDBMS NoSQL DB或者Big Data 这是我们的数据从这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 我特别想讲的非常重要的 这我们所谓的service service Spring Cloud提供的service就是在这 Spring Cloud提供了哪些service呢 dashboard 我们一个操作的界面 我们monitor的界面 我们叫dashboard 就像我们开车 我们汽车前面都有个仪表盘 对吧 我不知道现在车数数多少 我可能还剩多少油 有没有什么灯亮起来 这个dashboard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对于我们如此复杂的一个系统 我确实我其实非常需要知道 我目前系统内部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子 包括什么呢 可能包括我若干台机器 我每一台机器的目前的状态 它的cpu 它的memory的usage的情况怎么样子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可能也想了解 我现在有多少用户的情况 什么样子 我有多少用户在线 对吧 有用户的可能 它的分别是分布在哪些 哪些geographic location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我现在系统的一个 有没有出错率 对不对 我想了解一下我提供那么多服务 当然不免个别的request 个别的请求可能会出错 对不对 但是可能每一个服务 它当然它有自己的threshold 我们假设低于0.1% 假设这是ok的 对吧 我们就要有一个系统可以去monitor 我到底现在出错率到底是多少 如果突然之间发现本来是好的 现在我有1%的request fail了 那我可以马上要去看 我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dashboard的功能 Eureka 这也是我们Spring Cloud 里面提供dashboard 它而且也提供了service registry 和discovery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当然是个非常高度简化的一个系统 很多大的公司包括像Netflix 像Amazon 它内部的服务 可能上百几千数量级都会有 然后每一个服务 它也是可能有多个实例 所谓的多个instance来提供 那这就变成我一个WebRes API 如果说我是要去找service one 那是我如何去找的service one 这个如果是个简单的系统当中 我们平时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我做一共就两三个service 我还能找不到你这个service 再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 这就变成一个real problem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个 它这个Eureka 就提供了一个大家给所有的service 一个注册的一个平台 就有点像有点像这个我们比方说要登记 这个电话服务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电话公司那 我们就是他我们去登记 请求一个电话服务 那他就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对吧 这个就是然后其他的其他人 就可以通过这个号码找到你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角色一样 它提供这个service registry 还有就是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也是我们非常头痛的事情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什么服务当了 或者服务不稳定 如果就是说它当然一般情况下 有可能是我们的code有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 百分之更高的情况是 它的configuration什么时候出错了 因为code往往是more rigorously tested 对吧 我们有时候对code的一个测试 往往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 但是configuration 这个就是有时候很难不可能去穷尽 它所有的configuration的内容 因为configuration无非是很多内容 有可能我们set user的一些setting 我们set server的一些setting 我们有一些他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名称 就很多是非常像free text一样的一些configuration 它的一个设置呢 是我们其实是对于我们一个复杂系统 DevOps 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它呢也帮助这个Spring Cloud 它的一个模式啊 它的一些工具呢 它有个cloud config 帮助我们如何有效和安全的去做 这个configuration update 还有呢就是Spring的security啊 OAuth OAuth就是一些open authorization的这个一个 一个protocol 它的一个规范 OAuth2.0是我们当前这个业界用的最流行的 这个configuration的 这个authorization的这个protocol啊 很多的网站都是用OAuth 然后呢Spring security也提供了很方便的plugin 让我们去完成这个login 和这个security authentication的这个过程啊 然后呢 啊这儿的dashboard也是histrix histrix的也提供了一个dashboard的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啊做一个这个叫做啊 叫做这个啊熔断器的一个功能 就熔断器什么意思呢 熔断器就是说我们这个service 里面的不免会有啊 有时候service他就会出了问题 那出了问题呢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个防范机制啊 他会导致有时候会导致一个雪公式的啊 这个这个collapse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如果一个service one断掉了断掉了 然后呢他会出现什么意思呢 然后所有的怎么样 所有的服务他都不通 因为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service 他并没有一个backup plan啊 然后呢就会出现莫名其妙 比如说我去某个网站 结果出现啊 直接就是啊可能啊 直接显示在那个屏幕上啊 500啊或者是类似的错误啊 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啊 不user friendly的一个experience 对吧啊 当然这个服务不免出错 对吧 但是如果出错的时候呢 他这个histrix呢 帮我们有一个更更gracefully的一个啊 更加优雅的能够去啊 处理他的一个错误啊 像这一部分的服务 这些服务呢 都是这个cloud service啊 这个就是spring cloud 这个framework 帮助我们提供 同学们注意到一个什么情况没有啊 你看到那 那他如果帮我们提供了这些相对来说 其实非常复杂 要求非常高的服务 那我们作为软件开发人员 那我们的focus在什么地方了呢啊 没有说你看啊 我们的focus呢啊 就放到了business logic里面去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部分相当于有点像这个啊 外包outsource给啊 更有经验啊 更加专业去做这个cloud service的这些啊 这些这些这些服务商 其实他们提供了code 对吧 但我们其实对我们公司 我们本人要做的呃 这个business logic是更熟悉 所以呢 那我们啊做的就是帮我们解放了啊 一些这个啊 非常难做 不容易做好 然后啊 容易出错的呃 那个内容啊 我们的focus就真正去解决我们的business logic啊 啊啊 包括这个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啊 包括我们内部的啊 micro service这部分 所以呢这个screen cloud呢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助推计啊 助推计帮助我们能够又快又好的啊 啊让我们写我们自己的服务 让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够达到一个高啊 高的水准 好啊 呃 那这边呢 我就是啊 稍微呈列了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图里面的讲的一些内容啊 有reca的一个功能啊 histrix的功能啊 turbine的功能 zoo的功能 ribbon的功能 fine的功能 这这份东西呢 我们啊 就是说啊 也是啊 同学们在网上面也可以看啊 更多的资讯啊 好 那我们再看了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对于我们那么多的技术啊 其实啊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一个啊 话题 就是说我们自己去学啊 是其实相对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啊 效率方面和啊 达到的一个水啊 这个结果啊 这个这个一个一个达到一个水啊 结果方面呢啊 都一个不是一个最理想 因为很多一个内容 一个是就是说啊 他的很多自学的一个过程呢 他对于啊 一个重要内容的一个掌握 这个效率是比较低 我自己也很喜欢在网上面学 对吧 但是我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 如果对于一些啊 新的技术的一些相当于 hello world的一方面的啊 这个这个基本的常 基本的一个知识呢 这个网上面一些视频和这个啊 工具呢 也是非常有帮助 但是如果我想往生里走的话 我就有时候发现 我都无所适从 因为内容有很多 然后呢啊 网站也好 这个数量也非常大啊 这个页数很多 所以学习方面呢 确实啊 也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啊 那我们看 我们在啊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有啊 有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啊 走一段去更有效的去啊 走一条非常啊 非常准确的一个路径 去做精准的掌握 这个某个技术当中的一个啊 精华和它的最重要的方面 那其实是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 精通这部分啊 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 BitTiger啊 我们如何能够来帮助同学们啊 能够做一个做这个transition 可能某一方面还并没有啊 很熟悉 如果从那个角度 从那个啊 位置出发 如何进入啊 变成一个industry的expert 就是我们以后说啊 Spring啊 这个啊 micro service 我们同学们可以非常骄傲的说啊 i know everything 或者说 i'm an expert 那我们如何能够来帮助大家啊 啊 我们这个有个CS504呢 就是一个啊 我们叫做后端直通车啊 就是504的一个backend engineer啊 我们这个有 它是一个project based的这么一个课程啊 我们这儿有些啊 一些highlight 我们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啊 我们看了有些同学一些问题啊 我们先先啊 先大概回答一下 How about uh drop wizard啊 这个不是特别熟悉啊 啊 Eric Wu啊 啊讲到有controller config 可能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啊 Business logic啊 和这个Spring cloud的这部分的内容 啊 Jason讲到啊 Spring cloud的就是自己做一些配置 就可以实现啊 component然后自己一些business code 啊 就可以了吗 基本上这个基本上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对你啊 他的一个精华就是这样子 他的一个设计理念 就是说我们避免我们所有的软件看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framework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公司 或者同一公司里面不管是什么team 大量的人 大量的工作人员都要去做一些一模一样的事情 因为啊 你是amazon也好 你是netflix也好 你做这个服务也好 你做那个项目也好 你会遇到一些一模一样的内容 对吧 我们都需要做security啊 我们都需要解决scalability 我们都需要做这个service啊 这个discovery啊 然后呢 如果我们去做呢 每一个人可能都无法做到一个专业的这个水准 所以Spring cloud就相当于他帮你做好这部分功能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啊 比方我做一个视频的服务 那我只要去focus上视频视频的服务就可以 如果我做一个shopping的服务 那我只要去做shopping的内容就可以 而其他的这些这个框架 我们交给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Spring cloud的来帮我们完成 好 下面就是啊 Kendy啊 Kendy同学讲到啊 Would the course cover troubleshooting issues given distributed services and data 啊 Example是啊 The data seems doesn't make sense 啊 我们这个老师啊 都会带同学们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 啊 一个当然是讲理论 对吧 这个理论首先同学们了解 第二呢 我们非常啊 这个这个重视也非常强调的就是一个实践 这个实践呢 就是啊 我们啊 这个有有有好多的一个 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实战课 我们啊 每个星期都有一堂实战课 然后呢 我们每一星期呢 还有两个啊 code labs 啊 这个都是啊 基本上完全focus on 在这个实战方面的啊 直接写coding的内容 啊 这个当然对于这个实战的过程当中 一定就也会有troubleshooting的这个这个process啊 所以呢 啊 这个啊 troubleshooting这部分的也会啊 包括在我们这个啊 实战课的内容当中 啊 那我们下面呢 我就啊 这些目前呢 就这些问题啊 我下面就说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啊 啊 我们这个啊 CS504的这课程当中的几个啊 project 我们第一个月的一个project呢 就是一个啊 realtime running location啊 啊 simul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啊 啊 就是说一个实时的啊 跑步追踪系统啊 啊 我们就假设可能是啊 一个啊 比如说啊 这个运动器材的供应商 或者是那种可穿戴器材的供应商啊 啊 他们要做的一个系统 就是像这样子的系统啊 这是他的一个high level的一个架构啊 这个呢 我们就看到这图稍有点小 大概就介绍一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他的就是 我们看到是他的一个client端 client端呢 通过http啊 通过这个websocket呢 联系到我们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后端啊 后端呢 那我们看到这每一朵云啊 其实就是每一个一个就是一个micro service 啊 这个micro service呢 那我们看到啊 这有几个啊 我们有个running location service啊 这个啊 the cloud的这个configuration service 啊 realtime update service 啊 data这个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distribution service 和这个running location的一个service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后端呢 又是啊 有sql server 啊 有mongodb啊 有这个啊 massive q 就是我们用的rabbit rabbitmq啊 也有用到 可以其他的这个啊 redis啊 用到这个啊 google maps api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其实非常完整的啊 非常典型的一个啊 full stack的一个项目啊 从前端 那当我们主要后的主要的这个focus是后端啊 当我们有前端后端 然后呢 啊有这个啊 多个micro service 组成了一个micro service的一个群 然后呢 啊 sql server啊 mysql 有这个no sql啊 rabbitmq 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后端啊 目前最流行啊 最用的最普遍的一些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服务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啊 这个架构呢 非常完整 我们看到它具体实现的一些功能是什么呢 啊 具体我们要做的就是啊 design develop a real-time running location simulation and monitoring service 啊 用的一些技术呢 啊java screen screen boot screen data screen cloud netflix oss maven jpa 这个 hibernate 啊 tomcat 就说这些同学们可能都啊 多多少听说过 第二个呢 就是啊 effectively implement server-side restful API 这个我们的一个啊 啊精华就是说一个焦点 其实就做service 做什么呢 restful service啊 这个所以restful service是一个重点 第三个呢 就是啊 design implement backend service based on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啊 啊 我们看到了吧 我们有有coding啊 有architecturing 这个architecture用的这个Netflix Eureka 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啊 这个这cloud service的内容啊 最后当然就是啊 啊 这个database方面啊 我们用到啊 mongodb和mysql啊 啊 using这个sprint data as data access layer 啊 啊 然后呢啊 啊 下面呢就是说啊 啊还有啊 啊 啊 mq啊 然后我们用sprint boot actuator啊 啊 to the monitor 然后呢 deploy这个application to 啊 embedded tomcat in automated fashion 啊 dockerize system啊 infrastructure 我们用到这个啊 容器技术啊 啊 啊 容器技术啊 啊 我们这边也没有时间过多的讲 因为这个容器技术也是我们啊 现在用的非常火的一个啊 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啊 也用到这个容器技术啊 然后呢 也会touch上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frontend 虽然不是我们的啊 最终点 但是我们会提到这个一个frontend的一些设计啊 然后呢 用get是做这个src src cvrc 用这个maven来做这个dependency的这个management 这个基本就是我们第一个月的一个项目 这个real time running system 好 我们再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这个第二个月的项目是什么呢 第二个月的项目呢 是一个search ads web service search ads什么呢 搜索广告 搜索广告呢 其实就是我们比方说 用google或者用bydu 或者是任何一个搜索引擎 我们去搜索内容 他当然他有他搜索出来的 所谓的这个搜索的result 然后呢 他一般情况呢 都会在上面或者侧面呢 都会有那广告的内容 我们这个系统呢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广告的搜索系统 广告的搜索系统 在公司像这个google 像微软 像这个当然百度 很多公司 包括Amazon 他都有广告的这个team 专门做这个广告的这个搜索的功能 所以我们这个也会做一个 其实非常完整的一个广告功能 他里面有我们有这个 这个feeds进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web crawler 去去抓这个 这个商品的信息 抓来的信息呢 我们存在一个内容里头 然后呢 我们也会产生这个query 去模拟 我们这是模拟产生这个query click的一个log 然后呢 存到这个app store里面 然后呢 这个就是啊 这个real time serving的一个内容 real time serving 我们什么我们前的这个就是后端的也是有多个啊 这个server的一个架构啊 有几个呢 有有多个啊web server啊 这个ads的web server 通过load balancer啊 去serve我们的真正的customer 他后端呢 有多个的啊index server 这个index server呢 其实是真正的去找到广告啊 找到广告 然后呢 去rank广告 因为他会一般会有多个match 我们如何去找到一个最啊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用户也好 对于广告商也好 对于我们这个服务商也好 最精准的啊 能够一个广告选择 然后我们把最精准的广告 能够投放给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index server的功能 然后呢 分别去取啊 这个多个这个index当中去取内容啊 这个是他的一些高的一个high level的一个架构 那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就是啊 他的用到一些技术呢 其实也是一个java和啊 这个啊 这个比较为主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有啊 一个呢 就是我们developed a web crawler which crawls half million啊 很多啊 五十万个啊product data from amazon 然后呢 我们这个web service呢 用到会做什么 query understanding 那我们怎么样去啊 了解用户在搜寻什么 add selection 然后呢 有这个using inverted index add ranking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怎么样排序啊 这个广告排序啊 add filter啊 我们怎么样去啊 去把它过滤啊 add pricing啊 这个定价 add的啊 这个allocation 就是如何定位啊 这个用到的技术 就是java 啊 jt 啊 mysql mcashd 啊 这些都是我们用到的技术 啊 做一个用这个mcashd呢 做一个add the inverted index 啊 然后呢 build as forward index using mysql database 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后端抓这个信息呢 我们就是有python啊 reverse engineer search log 啊 然后design和implement feature engineering pipeline feature engineering for啊 这个啊 query understanding using a click prediction 啊 using spark 我们就有大数据的这个内容 啊 implement a query rewrite with words to vector 这words to vector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算法 啊 predict a query intent with a page rank as feature 啊 predict a click probability with impression count 啊 什么 这些功能其实做完一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同学们可以拿这个code 去做一个真正的啊 广告系统 如果啊 一个广告系统 这个系统这里面所有用到的这个重要的技术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啊 就是都是都有包括啊 所以他整个做出来一个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啊 广告系统 这样的一个系统一般在一个啊 大的公司里面像啊 微软也好啊 Amazon也好 Google也好 可能都是啊 几百人 100人或者啊 左右的一个团队的那么多人来做的一个系统 啊 当然我没有做的那么的啊 精细 但是呢 他的主干都是完全在这个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里面 啊 好 我们最第三个月呢 我们做一个啊 Build your own project 我们叫做capstone啊 这个你我们自己做项目啊 我们这个capstone capstone project capstone什么意思呢啊 capstone就是我们这个啊 金字塔的啊 这是个金字塔的塔尖啊 塔尖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叫capstone啊 就是我们达到金字塔的底端啊 就顶端啊 我们前两个月呢 我们在啊 老师带领一下呢 我们打好非常的好的一个基础啊 对于我们java也好 对于我们spring也好 对我们这个啊 这个python也好 打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第三个月呢 我们就由同学啊 自己主导做项目 当然我们有老师啊 帮助带领同学们啊 如何入手啊 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啊 做设计 如何啊 就是啊 来掌握这个项目的一个进度 我们老师啊 就是会手把手带的带的同学们 但是呢 这个项目呢 是由我们同学们啊 自己去从一个 我们会提供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个啊 一些选择 让同学们自己选项目 自己定啊 具体的一个实现的内容啊 所以我们是同学们自己的项目啊 自己的项目呢 就是说是真正帮同学们能够啊 巩固到我们同学们学到的内容 因为很多时候能跟着老师做啊 我们可能基本上大概基本的一个情况呢 啊 有所了解 但是呢 可能还没有啊 如何至其所以然这部分可能还没有做到啊 但这一步呢 在我们capstone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目标呢 就是帮同学们啊 从知其然啊 能够做到到知其所以然的这个这个这个level啊 进一步提升啊 所以呢 啊 能够帮我们同学们 gain hands-on experience啊 做一个end to end的一个这个project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 experience里啊 我们同学们能够得到这个 experience的 对于我们这个interview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很多同学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 或者说是没有一个特别深入了解的项目呢 啊 有时候面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介绍一下或者是追问一些问题呢 可能就啊 有时候会不能够完整的回答出来 有时候会比较遗憾啊 那我们做了这个项目 我们亲自做啊 所以对当中的有一些很多细节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一个啊 更加精准的一个掌握啊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啊 这个一个学以致用和知情合一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实践 就是说我们学了啊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机会真的去把它用起来 啊 好 我们就是啊 也想听了就是我们刚才那些内容啊 我们也想啊 非常的啊 了解一下 就是说同学们啊 刚才的内容当中 有没有觉得这个啊 有些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同学们能够达到啊 我们一开始我们讲座开始的时候啊 同学们的一些啊职场方面的一些目标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啊 能够啊 一个呢 一会儿也想想听一些同学们的一些啊 一些Q&A 或者是一些啊 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同学们啊 更好的一些啊 去掌握啊 这个后端的一些技术和我们啊 504这个课程啊 如何能够帮助大家啊 啊 这个一些想法呢 就是说啊 给同学们提供一个机会来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atest backend technology 第二呢 就是说能够能够帮助同学们能够practice in industrial strength projects 第三呢 the build project that you truly own 对吧 这是我们的capstone的一个目的啊 第四呢 gain confidence your career path啊 第五呢 就是最终呢 我们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得到啊 what you deserve啊 然后呢 什么呢 job offer 我相信同学每一位同学我们努力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啊 得到达到我们这个啊 一个直接的一个目的 好啊 那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的内容呢啊 我们啊 就是啊 讲座的内容就这么多 对吧 我们下面呢 就是想请啊 同学们看看有没有啊 对于我们啊 一个啊 后端的一些技术方面啊 以及我们这个504的一些项目方面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看到前面呢 同学们刚才有些啊 有些问题啊 我看看刚才啊 一位同学讲到啊 Angular2啊 加这个Express 已经可以做一些小型的全站开发 于现在啊 Springboot框架下的后端开发区别在哪儿 能否举一些工业界的例子啊 好啊 这个同学讲得非常好 对 Angular2啊 加Express啊 这个Angular呢 是这个前端的一个框架啊 也有可能有的 有些啊 有些公司啊 有些项目也会用这个react 在这都是前端的一个项目啊 Express呢 就是在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node.js上面呢 运行的一个框架啊 这个你说的没错 它也是一个非常啊 非常好的一个啊 一个项目 一个一个功能也非常全 啊跟Springboot的一个差别呢啊 主要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领域可能有所不同啊 就是说呃有很多公司啊 一个是呢 他如果特别是这种大型的啊 大型的那种企业啊 这些他的一些啊 后端啊 比较复杂的业务逻啊 很多呢 还是都是用这个啊 Java来完成 因为Java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相对于其他的语言 就是说他的一个library 他的一个库是非常全的 他可以说你的什么样的功能 什么样的内容 他都有这个library来帮助大家 毕竟他是一个语言已经成长了大概十几年 差不多20年时间的一个语言 所以他的内容呢 非常丰富啊 很多的这个后端的这个服务后端的一个架构 相对来说企业级的一些啊内容啊 这个啊都是用这个Java的一个框架来做啊 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公司他有需求 那他当然会继续啊能够转 他就会转到到这个Spring Boot这个框架下啊 去进行啊进行这个产业 这个这个这个技术的一个升级 而Express呢相对来说呢 啊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个项目啊 比较短平快的项目啊 或者相对呢 有一些就是啊 以网络这个啊 startup的一些啊工作呢 他可能会啊觉得这个Express呢 就是说可能周期会略微再快一些 啊然后呢 他当然有其他的一个优点啊 所以呢我觉得呢 这两个部分呢 都是啊都有各自可以应用的啊场景啊 而且呢我们这个后端的一个课程呢 其实也啊给同学们主要一个目的 当然一个是我们掌握具体的一个技术 对吧 但是更重要的 我我我认为啊 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一个技术之上的 更重要是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啊 一个啊新的技术 对于啊我们一个 这个因为新的技术会不断产生 我们今天学了Spring Boot 或者是学了很多这个啊 这个工啊就啊 Micro Service这方面 我目前当然是已经最新的技术 但是我可以guarantee的 就是说啊 也许两年以后 也许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一定有更多新的啊 这个框架出来 新的技术出来 那我们掌握了这个学习的能力以后呢 那我不管它是啊 什么新的框架 或者是有个项目要用Express 啊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都无所谓 对吧 我们啊 可以啊 在任何框架下都可以有效的工作 好 下面还有同学问呢 Could you share the syllabus? I didn't catch what was the focus the first week build and add the search engine 啊 具体的syllabus呢 我想请同学们啊 我们可以啊 加一下我们这个 Karen老师的这个 这个二维码 可以少一下 我们老师会给我们同学 非常详细的课程的内容 啊 具体的这个啊 这个广告 这个搜索引擎呢 是我们第二 第二个月的这个项目啊 第一个月的项目呢 我们是做这个啊 这个跑步这个追踪系统 啊 这个就是项目而言呢 第一个月是跑步追踪系统 第二个月呢 是我们的这个广告啊 这个广告系统 第三个月呢 就是capstone啊 具体的syllabus呢 请同学们就可以少一下 这个二维码 啊 好 我们在下一位同学问呢 请问老师怎样看这个 GraphQL一类的前端 直径query后端数据库的架构 技术发展方向啊 对啊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技术 我觉得呢 它也有一定的啊 适用的场景 啊 但是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个数据库呢 很啊 是啊 就说啊 对于我们一般的 特别是企业而言呢 数据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resource 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啊 所以呢 很多这个应用场景呢 它并不允许啊 让我们前端的client 因为前端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啊 你没有control 你没有办法control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用户会做什么 如果我们开放了这样子的一个啊 界面的话呢 啊 在从这个security方面 从这个performance方面啊 都会带来一些困扰 所以啊 主流的这个啊 一些架构的话呢 还啊 不太就基本上不会说让前端直接去query后端的这个啊 数据啊 一般都是还是会通过这个resource API 啊 当然我们这个技术呢 它它可能还是会有它的一定的啊 在某些运用场景下可以可以会用到 啊 啊 还有同学问啊 这个how the instructors collaborate in this course one for each project one for each session 啊 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啊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 啊 我们的啊 第一个月啊 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呢 分别啊 一般情况下呢 一般是由啊 三位老师来带啊 然后呢 每一位老师呢 基本上是负责啊 一个月的这个课程啊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啊 课程当中呢 啊 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啊 啊 所以呢 一位老师会把一个项目啊 从头带到尾啊 end to end 是为一位老师会来负责啊 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collab呢 也会请一些啊 就是啊 其他的老师啊 会来啊 有可能帮助带啊 带一些啊 coding的内容 有可能帮同学们讲一些 可能面试的一些经验啊 但是呢 就是说啊 课课程的负责呢 每个月都有一位老师啊 会把整个这个啊 项目啊 从头到尾负责好 好啊 还有一位同学问一下啊 搭建后台有没有用啊 serverless architecture的例子 后端工程师啊 需要有什么了解啊 serverless architecture呢 在我们目前这个啊 这三个项目 这里至少在前两个项目里面呢 啊 并没有直接用到 但是呢啊 这个micro service的 他的一个啊 理念 他的一个架构的设计的方向 啊 其实就可以自然而然 可以导向这个serverless啊 其实啊 在这个啊 对于Eureka 他的这个啊 设计的一个方向 他的一个思考的这个啊 其实就跟这个serverless呢 非常接近啊 因为就是让我们 作为client端而言呢 我们不需要去啊 具体了解这个server的 这个allocation和他的一个情况啊 而由Eureka来帮我们 来完成这个工作啊 所以他的理念在里头啊 但是我们说啊 非常明确的是一个啊 因为serverless希望是这个云计算的一个概念啊 那我们啊 对于就是说我们在第三个月的capstone的项目当中 如果同学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那完全可以把一部分功能就把它做成这个serverless的一个啊 一个实现 好 下面还有一位同学问一下就是啊 what's the java or python skill requirements to take this course 这个java or python的这个requirements呢 就是说我们啊 如果是有一些啊基本的一个啊 background的那当然对于我们这课程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啊 但是如果啊没有过多的接触过java和python呢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课前呢啊 就是说老师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啊 就是说准备的材料啊 在我们整个课程啊 包括第一个月开始之前 第二个月开始之前 我们老师都会预先给同学们啊 准备一些就是说啊 可以基本熟悉的内容 如果已经熟悉了同学呢 可能就不需要花过多时间啊 如果对java和python还没有特别过多的涉链呢 这个老师准备的这个材料当中呢 也都会让同学们能够尽快熟悉这些语言啊 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啊下面同学问啊 以前接触过java spring 现在做spring boot是否逐渐会取代之啊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 你我了解的工业的情况啊 这讲的确实没有错 就是前前几个月我看到过 网上网上面看到一个 他有个调查 就是说对于所有的这个 就是spring的用户啊 他在调查他的这个 就是有多少多少的这个百分比 已经转到这个spring boot 然后呢他有一个就是说 跟哪一年的一个调查的比较 可以明显可以看到 就是说往这个spring boot是一个 是一个大趋势 而且的spring boot发展到这个 这个目前的阶段呢 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说大势所趋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不是一个if的问题 而是一个when的问题 因为很多可能有些公司 有些他的一个priority啊 他的一个时间方面 可能还在斟酌 但是呢这个大的方向 大的趋势 因为从technical的角度 就没有没有过多的原因 说是我还要停留在 java screen这个框架上 但是具体他什么时候迁移 可能每个公司还有不同的 这个业务上面的考量 好 下面同学还有讲 工艺界还有其他的monitor 产品 like Splunk spring boot 相比有什么区别 这个 当然就是说 做一个单独的一个产品啊 就是说像 Splunk 这些他的一个产品的功能方面呢 当然就可能会更加 就是范围会更加多 然后功能呢会更加的就全面一些 但是呢 他的很多的一个设计理念 或者说他想解决的这个business的 这个业务的问题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 有点像开车一样 对吧 你说某某公司的牌子和另外一公司的牌子汽车 它当中当然都会有 我们可以就具体的比较一下 它的一些细节功能方面的区别 但是它整体完成的功能呢 其实95%以上的功能都是一样 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比方 从point A到point B 但是呢 它可能内饰有所不同 它可能一些高端的功能略有不同 但是呢 它完成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目的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具体而言呢 可能很多更多时候呢 是公司的一些就是业务方面的一个考量 就是说我的公司呢 可能用了整个stack 就是说他希望用了 选用了这个spunk 或者是他选用了这个springboot的actuate 但是对于我们软件这个工作人员而言呢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还有同学问一下 这个比较一下spring和play的使用情况 以及他们的区别 其他的java平台 这play的我 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用的不是很多 所以呢 我具体的情况呢 没有特别多的一个用 但是呢 我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就是说我遇到的大部分情况 这个spring用的这个 它的一个market share 它的一个 就是popularity吧 是一个更加 用的非常多 用的最普遍的是这个平台 所以呢 我 而且呢 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 它的一个 它的cloud的这个support 还有它的一个open source的 这个community 是也是最活跃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个 就是而且在我们 就是一线大公司里面 像这个flag之类的大公司里面 它的用的频率和用的这个coverage 是用的最多的 这个netflix 尤其是netflix 在这个spring cloud 这个方面 它这个open source 它的OSS 也是我们这个业界用的最平凡的 好 目前问题就想再问一下 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最后后面还有同学会问了一个java的问题 我再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同学问了 我们会讲最新的java语言吗 lambda之类的java都快发布了 具体的java语言呢 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讲这个项目 java语言的部分呢 我们会提供一些材料 让同学们去学习 具体如果 就是说 同学如果对某一个 像lambda 有疑问 或者是 想跟老师讨论的话呢 那我们老师都可以 跟同学们去 可能就是私下去 介绍一下 有些语言方面的一些特点 或者是回答一些同学们 对这个语言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 谢谢同学们